在陕西同关的街头 只有一种美食 可以让一向直爽的观众人 耐心地排队等候 肉夹馍 肉与馍的经典搭配 正如一对灵魂伴侣的终极碰撞 打造着属于这座小城的味道标识 老妈 给你来一个红碗肉夹馍 一趟美食旅程结束 王鞭恩带着对同关肉夹馍更为深刻的理解 回到西安 他决定将这首制作同关肉夹馍的手艺 传给徒弟刘晓刚 同关肉夹馍最大的魅力 正是来自面饼外壳形成的酥脆感 拥有着几十年经验的王鞭恩 可以准确地把握酥脆的秘密 形好的面团擀平 面板刷油防止粘连 反复擀压面皮至0.7毫米 接下来便是极富技巧的一步 涂抹猪油 这是磨饼酥脆的关键 但更重要的是厨师的经验 将面皮从一端卷至三分之二处 划成细丝状 卷成牛角的形状 压扁 擀平 熟练的手法奠定外酥里嫩的口感 等待烤馍成熟的时间里 师徒二人开始检查蜡汁肉的橙色 炖煮了一个晚上的五花肉 光鲜明亮 色如甜黄 色则来自汤色的炒制 与三十多味香料的加入 而软糯的口感 则来自耐心的小火熬制 一切工作准备就绪 馍与肉的融合还差最后一步 好了 刚出炉的膜趁热趁焦缓缓切开 将足量的熟肉夹于膜中 一个铜冠肉夹膜便诞生了 对于食客来说 肉夹膜最迷人之处 正是脂肪与碳水化合物共同带来的满足感 一口下去 卤肉软糯浓郁 磨香 肉香浑然一体 不分彼此 聪明的陕西人 绝不会让自己的味蕾过于单调 一碗鲜香浓郁的鸦片汤 是肉夹膜的最佳搭档 所谓鸦片 即经过炒制的猪里鸡肉放入碗中 淋入包好的高汤 再配以鸡蛋片 木耳片 色香味形融为一体 吃一口肉夹膜 喝一口汤 两种同关家乡味道双重搭配 成就了美味舒适的一餐 再配合一口汤